1908年10月23日,慈禧的遗体装脸入关 慈禧老佛爷生前一手遮天,死后灵寝却被细节一空 在76年的时间里,尸体三次入脸同一口棺果 遗体至今仍然保存完整 在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中,有着怎样的奇闻异事与内幕呢 同治五年,咸丰皇帝的定灵完工 按清朝祖制,两位皇后慈禧与慈安的灵幕 只能选择定灵附近,并且只能建造一座皇后灵 但慈禧对此却表示非常不满意,甚至还很生气 直接质问大臣,为何不能一人建一座灵幕 于是,清朝的规矩就被慈禧打破,双皇后灵幕自此诞生 同治帝在其成年以后前往定灵拜祭 随后将定灵附近的平顶山改名为普祥玉,为慈安的灵幕 将普陀山更名为普陀玉,作为慈禧的灵幕 两座灵幕的修建共耗时六年,花费近五百万两白银 一九零八年十二十二日,叱咤风云了一生的慈禧 走完了他七十四载的传奇历程,撒手人寰 长一丝首领太监用俄皇吉相叫,将慈禧的遗体 从西苑遗伦殿抬出,抬去皇吉殿的床上 四日上午,在众人的近视下,慈禧的遗体入殿 葬入普陀玉定东陵地宫 这是慈禧第一次入殿 他关国内的金银财宝价值近五千万两白银 可以说是世界之罪 在他的心腹李莲英所写的《爱月宣笔记》中记载 慈禧尸体入关前,先在关底铺三层 金丝串珠锦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 头部上手为翠荷叶,脚下至粉红碧玺莲花 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 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叶,二十七尊 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 还有宝石制成的陶,礼,杏,枣,两百多枚 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 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七百多件 葬脸完毕,又倒入四生珍珠,宝石两千两百块,甜官 一官的奇珍一宝,巨喜的自然是巨货 在他闭上眼睛二十年后 又一位和他同样巧取杭夺,横枪抱绝的大盗 将黑手伸向了他,并将他毁观抛尸 盗匪们把临葬内的随葬物品细节一空 连他的兽衣都没有放过 这对于生前至高无上的慈禧老妃来说 应该是最羞耻的经历 孙典英盗墓案发生以后 普一派宰泽、麒麟、宝西等人 到东陵对慈禧的遗体进行了重新安葬 宰泽等人钻进地宫 见慈禧遗体趴在棺盖上 头朝北、脚朝南 左手反搭在后背上 在地宫里已暴湿四十多天 遗体上出现了许多斑点 长满了白毛 宰泽等人见内观尚完好 可以继续使用 于是命其父用一块黄绸子 将慈禧遗体盖上 将一件黄断乳铺在遗体的一侧 然后慢慢翻转尸身 正好将遗体仰卧在黄断乳上 只见慈禧面色灰白 两眼深陷无珠 颧骨高龙 嘴唇又伤痕 众人帮扶着 用如意板将慈禧遗体抬入棺内 如意板未撤出 遗体上盖上一件黄断被 把从地宫里拾到的 慈禧生前剪下的指甲和掉的牙 用黄绸子包好 放在被上 宰泽又将当年得到的慈禧遗物 一件黄断袍 一件砍尖盖在被上 盖上棺盖 用戚封上关口重脸完毕 这是慈禧第二次入脸 跟第一次入脸比起来 虽然潦草多了 但是尸体总算再一次得到了安宁 第三次入脸是在1983年12月6日下午 青东陵没有游人之时 为经理慈禧内观 青东陵文物保管所 组成了一个由所长 宁玉福带头的清离小组 清离小组成员及相关人员 进入慈禧陵地宫 每个人都穿着白大褂 戴着白口罩 白手套 一切行动都在摄像头的镜头下进行 慈禧陵墓内观通体珠漆 顶部四面收起 呈坡壮 观长225厘米 前高98厘米 后高91厘米 前宽128.5厘米 后宽123厘米 四壁内外 均英刻藏文佛经 填以经期 棺盖上有九尊团佛像 和缝隙牡丹图案 整个内观基本完好 开启棺盖后看到的人是上次开关时的井井 在专家的指导下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依次接去了 蓝段砍肩和黄段袍 每次接取前都要拍照片两尺寸 揭开黄段袍后 在黄段背的上面发现了一个黄绸子小包 里面是慈禧生前掉的一颗牙 剪下的两截指甲 这个小包是1928年溥仪派宰泽等大臣 重脸慈禧时所包 慈禧遗体保存的比较完整 他头朝北 脚朝南 养身直握 脸和遗体的上身被黄绸子包裹着 下身穿着裤子 上面绣满瘦子 每个字长7厘米 宽6厘米 两只脚上也裹着黄绸 揭开黄绸 只见两脚被一条紫红色带子捆着 左脚穿着白绫袜子 右脚赤裸 袜子放在左裤腿上 揭开脸级上身的黄绸子 遗体的真面目展现了出来 他的头微向左偏 两眼深陷成洞 有些花白的头发一部分披散于胸前 一部分顺垂于右侧 右手搭放在腹部 左手自然垂于左胯外侧 腰间扎着一条丝带 胸部袒露 虽然肌肉无存 遗体上还有许多裂口 但全身仍然屁股相连 工作人员用钢卷尺量遗体 全长153厘米 以此推断 瓷洗生前身高 应当不低于160厘米 遗体下面铺着一件 黄绸鳞蟒断褥 褥子下面是一块长条木板 如翼板 这是当年抬遗体用的 工作人员用这块木板 又将瓷洗遗体抬出棺外 国家文物局的一名专家 往棺内喷洒了防腐消毒药液 然后将瓷洗的遗体 又抬进了棺内 依次将取出之物 按原样依次放回棺内 恢复了原状 然后再次往棺内 喷洒药液后 盖上了棺盖 这时 木工已将残破的外果维修好了 随即将果盖重新盖上 上面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 将瓷洗的棺果 严严实实地扣了起来 心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 这是瓷洗第三次入脸 也是最后一次入脸 现在 瓷洗的遗体 仍完整地躺在棺木内 保留着1928年 第二次入脸时的原样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入脸 时间整整相差76年 瓷洗恐怕没有想到 他死后20年 他的地宫就被盗了 他一生中搜罗的奇珍异宝 被盗绝一空 他也不会想到 他死后76年当中 他的遗体两次出关 三次入关 他如今瓷洗太后 私人已逝 但瓷洗目人在 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仍然被留存了下来 不管是他好的事迹 亦或是坏的事迹 同样让世人无法忘记 即使他的尸骸会随着岁月而腐化 但与他陪葬过的珍宝 会挟着他的历史 一同在时代中流转 成为不灭的传奇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